不论年纪大小及资历深浅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 少年警察队志工中队的成员 透过生动活泼的戏剧表演 向学童宣导反毒防炸的观念 我学到不要被诈骗 对他说我不要 所以我就说我会不要 马上就离开或是直接去警察局 志工中队长陈茗玉回忆 刚初接到少年卡卡剧本时 从第一次演练状况百出 到最后彼此默契十足 演出受到青少年欢迎 预教娱乐的宣导效果很好 让志工们更卖力到处巡演 他们学校的那个品德教育做得非常好 那个今天的学生也都很乐意 也都很融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所以他们答的都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少年队跟少府会 就是针对国高中的青少年 那针对他们 比如说有像偏差行为 不当的行为的部分 来做事先的这一些预防的宣导 透过跟年轻朋友的接触交流 屏东少年警察队志工中队 也期许自己成为年轻一代的 反独守护者 也让学生能有安全正向的快乐暑假 西唐人游的电视 游燕群李娟荣 唐曼屏东侧房报导 台湾